贾千金抢走我未婚夫当天 我死在了绑匪手中 我看着我亲妈哭红的眼 我知道我赌赢了 因为只要她觉醒 我就有机会攻略成功 咦咦 妈妈 姐姐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要不我代替姐姐和百家联姻 嫁给百言哥哥吧 我飘在一旁 看着我亲妈微微的紧促的眉头 差点笑出声 十分钟前 我死在了绑匪手中 绑匪是我的好妹妹 姜家的贾千金 姜孟秋找来的 而她 现在正忙着劝服我亲妈 抢走我的未婚夫 系统不是很理解我 反问我 宿主 你明明可以躲过去的 为什么非要被绑架 还非要被捅死 我轻笑一声 我这次任务攻略目标 是我亲妈 我若不死 她怎么觉醒呢 二 估摸半小时后 我妈接到了一通电话 我看着我妈从激动到震惊 手机也从她手上滑落到了地上 我知道 这电话应该是警方打来的 姜孟秋有些慌张 妈妈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了 我妈没有理她 拿着手机就跌跌撞撞地往外跑 姜孟秋连忙跟了上去 我也随着飘了出去 看来 这是找到我尸体了 我随他们到了案发地 我妈不可置信地看着地上 被白布盖住的女尸 她发了封地冲上前 慢慢 慢慢 一个警察走了过来 姜女士 请节哀 警方已经核实过身份了 正式被绑架的姜万 我妈遭受不住打击 瘫坐在地上 扑在我身上大声地哭泣 姜孟秋站在一旁 神色有些紧张 她紧紧地抓住一脚 小声地嘀咕 不会啊 怎么会呢 周围的警察都忙着维护现场 寻找证据 没有人注意到姜孟秋的异常 我妈注意到了 她抬头冷冷地看了姜孟秋一眼 没有说话 相反 我却松了口气 宿主 任务进度上涨至65%了 看来 我赌对了 三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攻略了 第一次 我的任务对象是攻略我的未婚夫 百言 于是 我在被姜母找回家后 全心全意的制造机会和百言接触 而对假千金姜孟秋的不喜 我都是能躲则躲 因为系统告诉过我 姜孟秋是这个世界里的女主 她做任何事都有女主光环 身边人看待她都是带有滤镜的 我本以为 我只要告诉姜孟秋 我无意将她赶走 她就能不打我的主意 毕竟 我所攻略的未婚夫 也只不过是这个世界里的男儿 她姜孟秋有自己的男主 可我后来才明白 有的人纠缠却潮数年 是根本不允许任何人来分走她的一切的 哪怕她不喜欢百言 她也不愿意看我好过 她轻描淡写的就能栽赃我 让所有的人都站在她那边 唯独姜母 我的亲妈 她会私下来找我 听我解释 安慰我 是真心的对我好 只不过是有女主光环影响她 让她下意识的认为 我和姜孟秋只是单纯的小打小闹而已 第一次攻略 姜孟秋抢走百言 我认误失败 第二次 剧情被重制 系统问我是否还要攻略百言 我果断的改变了想法 她姜孟秋不是有女主光环吗 所有人对她都有滤镜吗 我作为一个外来客 亲手对付她不行 那我就要让这个世界里的人 亲手将她的女主光环撕下来 而我的目标 就是攻略我的亲妈 姜母 现在看来 我赌对了 她心中那颗被我种下的名为 怀疑的种子 已经开始发芽成长了 四 我的计划 是从刚回家的那一刻就开始实施了 上一次 我主动的退让 选择了走廊最深处的一间卧室 离姜母和姜孟秋的卧室都不是很近 反倒是失去了和姜母培养感情的机会 而这次 我直接拉着姜母 泪眼朦胧 妈妈 我可以挨着你睡吗 姜母失笑 宠溺的摸了摸我头 慢慢内心还是个小女孩啊 我抱住姜母 妈妈 可不可以吗 姜母笑了笑 可以倒是可以 但慢慢还是得有自己卧室的 救助妈妈旁边的卧室怎么样 姜母忘了 那间卧室是姜孟秋住着的 直到一旁的管家提醒 夫人 您旁边卧室 是孟秋小姐住着的 姜母一正 满脸愧疚地看向一旁一言不发的姜孟秋 我连忙松开了姜母 拉起了姜孟秋 孟秋妹妹 对不起 我不知道那间卧室是你在住 我实在是太渴望亲情了 要不 我们住一间吧 妈妈 你看这样可以吗 姜母笑着正要点头 姜孟秋却你没甩开了我的手 什么香罢了 敢碰我 谁要跟你住一起 姜母有些震惊地看向姜孟秋 看吧 妈妈 这才是姜孟秋的真实嘴脸呢 姜孟秋打从心底里看不起我 她认为我这个针千金就是个香罢了 姜孟秋的手段其实并不高明 只是她享有着女主光环 我又忙着攻略百言 忘了刷周边人的好感 就被她抓住了机会 我死过一次后 才知道了姜孟秋的秘密 才明白了她为何那么执着地 将我赶出姜家 姜孟秋脸色有些惨白 可当了这么多年的大小姐的傲气 令她低不下头来 上一世的我没想那么多 处处主动地给她台阶下 挤足了姜孟秋面子 确实没能让姜母看清姜孟秋的真实模样 任务进度 百分之五 刚听见系统的提示 姜母就轻叹了生气 孟秋 姜孟秋皱了皱眉 行了 妈妈 我搬房间 反正我不是轻生的呗 姜孟秋习惯了 每次都强势的 拿对她的愧疚感 逼迫着姜母 以此达到自己的目的 可我又怎么能 碎了她的意 我小心翼地上手 想拉姜孟秋 又尴尬地收回了手 眼泪说来就来 对不起 孟秋妹妹 我不知道你这么看不起我 我也没有借着你 非亲生这件事 欺负你的意思 我 我 都是我的错 妈妈 我不挨着你一起睡了 你是孟秋妹妹的妈妈 不是我的 我不能独占你 我 我随便地住哪里就好了 姜母红了红眼 将我拥入怀中 我的曼曼 好孩子 这不是你的错 我是孟秋的妈妈 也是你的妈妈呀 慢慢乖 就住孟秋隔壁间好不好 不过今晚上 妈妈去慢慢房间一起睡哦 我心满意足地连忙点头 偷偷地瞥向了姜孟秋 她正凶狠地看向我 她冷哼了一声 转身就回自己卧室了 谁稀罕住她睡过的房间呢 我不过是为了攻略姜母而已 顺便再恶心恶心吓她罢了 妈妈 妹妹是不是不喜欢我啊 我 好像抢走妹妹的妈妈了 我 我好多鱼 我还是走吧 我假意地转身往外走 被姜母立即拦下 曼曼 不是你的错 是妈妈的不是 妈妈太纵容孟秋了 令她有些不懂事了 曼曼 你不要和孟秋一般见识好不好 我点了点头 顺从地答应了 其实姜母这些话前世也和我说过 那时我是真的答应了 从此是能躲着姜孟秋就躲 可血缘这种东西就是很奇怪 姜孟秋哪怕从小生在姜家 可她的烈性与我那养母 如出一辙 六 姜母终于在我尸体上冷静了下来 莫名的 我心里闪过一丝酸涩 我摇摇头 把这些异样甩开 我看着她慢慢地站起了身 和警察沟通完后 直接转身离开 完全无视了姜孟秋 姜孟秋恨恨地跺了一脚 趁人不注意的时候 提向了我的尸体 贱人 怎么就死了 我扯了扯嘴角 有些无奈 自己竟然因为这样的奇葩女主 导致我的任务失败 但这件事确实是在她的意料之外 毕竟 她只是想让那个绑匪吓唬一下我而已 她和绑匪通话的时候 恰好被我听见了 那个乡霸佬胆子小得很 她要再闹 你就拿刀吓唬她一下 等我这边完事了 你就把她给放了 姜孟秋想的是等她代替我 和百言订了婚 就大发慈悲地放我回姜家 这样她才能有机会 将我再一次地踩在脚底下 于是我故意地在绑匪面前闹着回家 在绑匪冲我掏出刀的那一刹那 我身子向前一挺 插进了刀前 绑匪被吓得直接丢下刀就跑 我则灵魂飘回到了姜家 便听见姜孟秋好声好气地怂恿着 我亲妈让她和百言联姻 姜家需要百家的资源 她笃定了只要不放我回来 总有一天姜母会松口答应她 可她没有想到 我死了 姜孟秋在我尸体上发泄完后 就立即小跑跟着姜母 姜母坐在后座 冷冷地看着过来的姜孟秋 姜孟秋被姜母的眼神吓到 心虚的姜首从后座的门把手上移到了副驾驶 姜孟秋刚坐下 姜母便看向车窗外 孟秋 慢慢没了 我看见姜孟秋攥紧了拳头 眼底全是恨意 妈妈 姐姐不在了还有我啊 我会陪着妈妈的 姜母笑了笑 笑意却不达眼底 嗯 妈妈还有孟秋 姜母没再多言 我却看懂了她的心思 任务进度 百分之七十 太慢了 就这点还不够 我冥冥纯 魂体只能在这个世界停留七天 七天 内姜母若不能彻底的觉醒 处罚姜孟秋 我的任务就会失败了 好在 我已经准备好了后续 希望 我的妈妈 给点力啊 七 百家很快地知道了我出事的消息 百言赶到了姜家 姜孟秋面上一喜 直接丢下姜母跑了过去 姜母在身后皱了皱眉 我知道 她恐怕是想起了 我曾经无意向她说过的话 妈妈 妹妹是不是喜欢百言啊 我看妹妹似乎不太 喜欢我和百言接触太近了 你说我要不要问问妹妹 若 若是真的 那我会退出的 而那时的姜母 极其心疼地抱住我 叫我不要自卑 毕竟在她眼里 自从我回来后 百言明显的是喜欢和我接触的 可他们不知道 这还得都多亏于我上一世下的功夫 我精准地知道 百言喜欢什么 我就装成什么 所以第一次见面 是在学校里 我坐在了百言前桌 我转身向她微笑 百言哥哥 你好 百言有些诧异 你认识我 我开心地点了点头 是啊 我刚回家 就听妈妈提起过你了呢 她说 在学校里 我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找百言哥哥的 刚回家 我笑眯眯地指向了江孟秋 对呀 我是江家被抱错 一时多年的真千金 我叫江万 江孟秋是我妹妹哦 上一世的时候 我秉着温水煮青蛙的模式 没有告知我的身份 慢慢地接近百言 反而弄巧成桌 江孟秋抢占先机 告知班上的同学 我只是一个 寄养在江家的穷酸亲戚 害得我花了好大的功夫 才和百言亲近了 这次百言听到我的身份 逐渐地放下戒备 原来是江家的妹妹 那你刚来学校 有什么不懂的 就找我吧 说吧 百言就拉着我热情地 介绍着班上的同学 我则不停地附和他 捧他 百言这个人 极其享受 被人重心捧月的感觉 这还是我前世不停地 接近他发现的 放学后 我又要求着百言去江家 挤我讲题 百言哥哥 妈妈说 你学习很厉害的 你帮帮我呗 你这么好 不会拒绝我的吧 这招对百言很受用 他欣然地同意了我 与我跟江孟秋 一起回到了江家 我与百言的亲密行为 江孟秋都看在了眼里 百言算是江孟秋的青梅竹马 哪怕他不喜欢百言 却也十分不爽 我与百言的亲近 这怪异的占有欲 让他狠心地找来了绑匪 将我绑走 若是 江孟秋知道 这一切都在我计划之中 他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呢 巴 江母上前不动声色地横在了 江孟秋与百言之间 小言 你来了 百言点了点头 着急地看向江母身后 阿姨 慢慢真的 我挑了挑眉 倒是没想到百言 竟然有那么一点在意我 可惜 这一点点的在意 很快的也会消散的 江母神色恍惚 无言地望向江孟秋 小言 阿姨很累 就让孟秋招待你吧 任务进度 75% 我笑了笑 跟着江母一同进了江家 江母回到了我的卧室 呆呆地坐在了床边 轻抚着床上的玩偶 那是我回来后 江母为我买的一个玩偶熊 江母轻轻地将玩偶抱在了怀中 仿佛那就是我一般 慢慢 慢慢 对不起 是妈妈的错 呜呜 都怪妈妈 竟然没有相信你的话 竟然害你 害你 你放心 妈妈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我在一旁忍不住叹气 心里也有点难受 我其实 不怪她 毕竟江孟秋有女主光环 天然滤镜 好在 我所准备的大礼 应该快送上了 没一会儿 江母手机响起 她收到了封邮件 江母打开了手机 显示发送人是我 江万 我笑了 大礼到了 慢慢 江母激动地打开 是一个视频 这是我提前录制好 定时地发送给江母的 妈妈 如果这个视频真的被妈妈看见的话 那就说明 我真的被杀害了吧 视频中的我穿着白裙 若不经风 脸色惨白地哽咽着 嗓子断断续续地开口 倒是像极了 从鬼门关爬上来的怨鬼 妈妈 实在是因为那个梦 太真实了 我才想着 若是我 真出事了 岂不是连好好告别都做不到了 妈妈 我 不知道凶手是不是 真的是姐姐 也不知道 未来会不会发生如梦中一般的事 如果妈妈 真的看见这个视频了 那我电脑上的文件 妈妈看完后 就删了吧 我希望 妈妈要天天快乐 不要想我 或许是我命薄 不能获得家人的疼爱吧 江母看完视频 直接捂住嘴低声的痛哭 呜呜 慢慢 我的慢慢啊 任务进度 80% 我垂了垂眸 按下心中的一丝不忍 这只是 其中一步而已 9 江梦秋要绑架我的事 系统一开始就提醒我了 于是我假借着做了噩梦 跑到江母那里哭诉 呜呜呜 妈妈 我做了个噩梦 好害怕啊 江母慈祥地拍了拍我后背 做什么噩梦了啊 怎么害怕的都哭了呢 我颤抖着身子 嗓子哽咽到 我 我梦见 妹妹不喜欢我 她 她觉得 我抢了她的未婚夫 在梦里 她 她叫来了绑匪 叫我绑架 她借机抢走了百炎哥哥 江母手一顿 师生笑了笑 傻漫漫 你也说了 这只是梦了呀 可 可她太真实了 不是会有那种浴室梦吗 而且最近 最近 孟秋妹妹 妈妈我好害怕啊 妹妹是不是真的不喜欢我啊 我要不然还是离开家吧 至少能保命啊 江母轻轻地叹了生气 温柔地安慰着我 傻漫漫 那只是梦 而且 怎么能叫做觉得 你抢了她的未婚夫呢 江家和百家谈联姻 也是你回来以后谈的呀 你瞧 这一点就跟你梦里的不一样 是不是 那就肯定不会发生了 我半信半疑地点头答应 又在江母怀中哭了会儿 才回到了自己的卧室 我不需要她 现在真的相信 我所说的噩梦成真 毕竟 我只是为了给她种下 一颗又一颗的种子 而过了没多久 江梦秋就找到了我 她邀约我去逛商场 不过 说是邀约 倒不如说是命令 江万 跟我去商场 陪我逛街 江梦秋恶狠狠地指着我 必须去 我虽然知道 后面等着我的是什么 但我还是故作惊吓地警惕着她 你想干什么 而我的样子 反倒是激起了江梦秋的兴奋 呵 你管我想干什么 跟我走 她将我从椅子上拉了起来 我故作不情愿的样子 却保被几个仆人看见后 我才乖巧地跟上了江梦秋 江梦秋倒是对我乖巧的样子很是满意 哼 算你有自知之明 而到了没多久 江梦秋就借着上厕所 将我领到了安全通道 下一秒 我就被她用毛巾捂住了口鼻 晕了过去 等醒来后 看了看周边环境 我当时就松了一口气 嗯 我被绑架了 时 我妈在我房间里缓和好情绪后 就走到了阳台 看见江梦秋正好送百言出门 江梦秋不大不小的声音传了上来 百言哥哥 你放心 我们俩家的联姻还做数的 江母冷哼一声 转身回到了卧室 慢慢 你等着吧 我一定会给你报仇的 江母下了楼 看着刚进来的江梦秋 笑着向她招了招手 梦秋 过来妈妈这里 江梦秋眼底闪过一丝不耐烦 却还是乖巧的走了过去 妈妈 怎么了 江母若无其事地将桌上的茶壶拿起泡茶 刚才警方和我联系 想再问问 当初你和曼曼不是一起去逛商场吗 曼曼是怎么被绑架的 你有见到绑匪的脸吗 江梦秋有些不爽 这些他们不是都问过好几次了吗 怎么还在问 江母温和的笑笑 你别怪警察叔叔多事 他们也是想早点找到杀害你姐姐的凶手而已 江梦秋撇了撇嘴 没再反驳 那孟秋 可以和妈妈说下吗 我好转告警察叔叔警察阿姨 慢慢被绑架的时候 你在哪里 江梦秋白了白眼 在卫生间 江母浅浅地笑了笑 是在一楼的卫生间 还是二楼靠近优衣库的那间卫生间 江梦秋思考了一会儿 一楼的卫生间吧 江母眼中闪现冷意 那是你提出去卫生间的 还是慢慢让你去的 江梦秋被问得越来越不耐烦 当然是我自己要去的 鬼知道怎么出来 他就不见了啊 问问问 问来问去的能找到吗 江梦秋起身 烦乱地挥了挥手 就回到了自己的卧室 江母冷冷地看向江梦秋的背影 笑了 看江母这个神情就知道 江梦秋应该是与上次所说的不太一样了 系统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 对的宿主 上一次江梦秋和警察说的是 你让他去的卫生间 恐怕 时间太久 他都忘记自己之前说的什么了 我叹了叹气 系统 这样的角色 真的是女主吗 感觉若不是这女主光环 系统也有些无奈 这是创造者所创造出来的角色 一般创造者在创造人物角色时 都会有一定的参照物 可能这个世界的参照物本人 懂了 作者就是个脑残呗 十一 我死后的第二天 江梦秋又想邀蛾子了 妈妈 我东西好多哦 我放些到姐姐房间吧 江梦秋嘴上虽是询问 身体却是主动地往我的卧室走去 我撇了撇嘴 这是看我不在了 连我的东西都要扔出去 她才心里爽了 江母淡淡地看向她 站住 你姐姐的很多东西都还没有整理完 以后再说吧 江梦秋冷哼一声 恨恨地看了眼我的卧室 江母看向她 梦秋 你若没事 就去找找小颜吧 慢慢不在了 小颜会很难过的 你和小颜从小一起长到大 虽说没有男女之情 好歹也是哥哥 江梦秋脸上一喜 却是满不在意地说道 呵 她才不是我哥哥 嗯 我懂 是秦哥哥 我倒是挺好奇 我都已经死了 她还会想着强摆言吗 江梦秋二话不说的就出了门 我本想跟着过去看看热闹 却看见江母向我的房间走去 看来 我为江母准备的另一份大礼 要被她看见了 江母一进我房间 就走到了我电脑面前 输入了我在视频内告知她的密码 电脑一打开 桌面就赫然地摆着名为江梦秋的文件夹 江母颤抖着手 点开了文件夹 里面只有一个视频 这是当时候 我刚回到学校 江梦秋带着她的那群小跟班 将我堵在了卫生间 我顺着他们的动作 任他们推打 撞到了墙上 江梦秋嫌弃地看向我 江万 我让你离百言远一点 听不明白吗 那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 就算我不喜欢她 那也不是你可以沾染的 视频里的我声音颤抖着 孟秋妹妹 我呸 谁他妈是你妹妹 江梦秋扯着我的头发 冲着我耳边低吟 我告诉你 江万 老娘七岁那年就知道了 我不是亲生的了 可那又如何 我还不是好好的待了那么多年 整个江家 都得是我的 虽然我在第一次任务失败后 偶然得知了这个秘密 可那个时候的我 确实是没想到 江梦秋竟然敢堂而皇之地告诉我 而她没想到的是 我身上戴着微型摄像头 将她的一言一行 全都拍下来了 而当天放学回家后 我缠着江母陪我一起洗澡 让她故意地看见了我背上的淤青 慢慢 你这背上怎么回事 我慌乱地捂住了后背 妈妈 这都是我自己不小心撞到磕道了 和别人没关系的 随着视频播放完 系统提示 我任务进度已经90%了 我看到江母攥紧了拳头 浑身颤抖 慢慢 呜呜 慢慢 过了许久 她掏出手机 打了个电话 喂 给我找个私家侦探 12 江母找的私家侦探很给力 很快的就将厚厚一答的资料交给了江母 我飘上前看了看 原来 江孟秋七岁那年 她亲生父母 我的养父母 趁着江母在外出差 找到了她 告诉了江孟秋 她的真实身份 是江孟秋的亲生母亲 将江孟秋和我互换掉包 把江孟秋送进了家境优越的江家 又将我抱回了家 而她的亲生父母找上门来也没别的意思 就是要钱 江孟秋每个月的零花钱就是好几十万 拿到手后就会打一笔钱给养父母家 而养父母尝到甜头后 越来越不知足 从一开始的几万 再到几十万 最后甚至要上百万 江孟秋也不含糊 直接将江家之前的偷偷的换成了赝品卖了出去 江母看到这里 似乎想起了什么 猛然起身 出了卧室 跑到库房查看她的那些藏品 翻来覆去的找了许久 那梅玉佩呢 玉佩去哪里了 玉佩 我想了想 大概知道她说的是哪梅 那是我出生时 江父给我准备的礼物 估计因为她太珍贵 江孟秋连房品都没有找到 又或者 是因为只是一枚玉佩而已 没人会在意的 我看着江母没找到后 脸色极为难看地出了库房 来到了江孟秋的房间门口 刚要打开门把手的手 恰好的顿了顿 停住了 最后 她深吸一口气 没开门 反而转身回到了自己卧室 宿主 她为什么不去找江孟秋了 这进度条都95%了 我轻轻地笑了声 看来 我这妈妈是想搞个大的 十三 江母在商界上能有一席之地 是不会这么冲动行事的 果然 过后的几天 江母有意无意地 便让江孟秋与百言联系 还时不时地透露出 江家必须得要和百家澄清的 强烈意愿 在我死后的第五天 江孟秋终于没忍住 向江母开了口 妈妈 江母笑盈盈地看向江孟秋 孟秋 怎么了 江孟秋扭捏着身体 妈妈 姐姐既然已经 那百家那边 嗯 怎么了 江孟秋见江母还没懂 着急地解释 妈妈 我 我和百言哥哥是有感情的 妈妈不是需要江家和百家联姻吗 那我可以的 江母故作深思了片刻 才叹了口气 缓缓地点头 那 只好这样了 就是孟秋啊 这样就苦了你了 江孟秋欣喜若狂 手舞足蹈 不苦不苦 能为妈妈分担忧愁 我很乐意的 呵 恐怕 是盼上了百家那丰厚的财产了 我本以为 我死之后 江孟秋那奇奇怪怪的战友欲消失后 会将百言丢在一边 却忘记了 江孟秋那贪得无厌的性子 那就后天举行一个订婚宴先吧 我去和你百叔叔百阿姨说声 江母拿着手机就往卧室里走 他和百家说了几句后 对面就同意了 想来 是我跟着江孟秋的时候 江母早就联系过 百家说明了情况了 后天啊 正好是我头七呢 十四 江母叫来了本市所有的名门新贵 来参加这场订婚宴 江孟秋对江母为他准备的大礼 毫不知情 还在兴奋地讲述着自己多爱江母 妈妈 你对我真好 以后你就由我和百言哥哥两个人一起照顾你了 以后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等百言哥哥熟悉上手了 公司就可以交给他 妈妈你就陪我出去游山玩水 喝 我和江母同时冷笑了一声 江孟秋这如意算盘打得可真是好啊 他可是真没辜负他说的话 这个江家 他是真的全都想要 江母不动声色地将手从江孟秋那里抽了出来 孟秋可真懂事 等会儿妈妈再送给你一个礼物 好不好 江孟秋大喜过望 连忙点头答应 我扯了扯嘴角 他不会是以为江母送他什么江是股份吧 江母向一旁的工作人员挥了挥手 工作人员得到指示 在大屏幕上放出了一段视频 正是江孟秋欺凌我时的录像 江孟秋不可置信地捂住了嘴 怎么 怎么会有 录像吗 好歹我也是有系统的人 江孟秋和他的跟班围着卫生间 等我进去时我就提前得知了 直接将早就准备好的微型摄像头夹在了衬衣上 在场的众人早已震惊 有的甚至已经开始街头娇尔讨论了起来 百言一言难尽地看向江孟秋 江孟秋 我拿你当妹妹 就算家族需要我们联姻 我也接受了 可你 居然 江万做错了什么 百言话音刚落 大屏幕的视频又接着播放了另一个 是我拍给江母的那段视频 妈妈 我 不知道凶手是不是 真的是姐姐 也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发生如梦中一般的事 如果妈妈真的看见这个视频了 那我电脑上的文件 妈妈看完后就删了吧 江母拿过了话筒 各位朋友们 我的亲生女儿 江万 于七天前被警方发现 死在了绑匪的手下 今天 是五女儿的头七 她曾经告知过我她所做的噩梦 梦里她被她的好妹妹 我的养女 江孟秋 骗去了商场 将她绑架 她害怕这是在预示着什么 可那时的我 只当是小孩子睡迷糊了 想太多 直到我看到了漫漫电脑中的 她被江孟秋欺凌的视频 江母深呼吸一口气 看向了江孟秋 江孟秋 我虽然欠缺陪伴你的时间 但我从未亏待过你一分一毫 哪怕是慢慢回家后 我也从未想过将你赶出江家 慢慢更是 既然你这么不喜欢江家 那不如趁着大家都在现场 你就回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家中吧 江母话音刚落 管家就带着两人来到了大厅正中心 是养父养母 江孟秋的亲生父母 十五 两人贼眉鼠眼的打量着江家 还以为江家请他们来做客的呢 江孟秋看见来人 神色惨白 连忙跪倒在江母身边 不 妈妈 江万那所谓的梦怎么能是真的 江万真的不是我榜的 还有那个视频 那 那个 一定是合成的 一定是江万为了陷害我 他自己批的 江母吃笑一声 抬腿将江孟秋踢开 江孟秋 我女儿不是在你眼中 就是个香霸佬草包吗 她能会屁图合成视频 更何况 你以为 我就只有这些东西 江母见江孟秋不死心 直接走到养父母面前 养父母看见江孟秋那样 还有什么不明白 吓得根本不敢说话 你们从江孟秋那里每个月拿的钱 够爽吧 可你们不知道 江孟秋是偷了江家的东西拿出去卖 给你们的钱 在法律上 这可不算是赠予 我追究下来 你们是要进局子的 养母听见这话后 着急的直接上前打向江孟秋 妈的 死贱人 你是不是想将我们送进去 居然这么坑我们 我告诉你 你弟还没成年呢 我们还得照顾你弟 养母见兮兮的转身向江母陪笑 江夫人 我跟你讲啊 这一切 都是江孟秋一个人自作主张 不关我们的事啊 江孟秋见自己亲生母亲这般推脱 干脆也不藏了 直接破罐破摔 我呸 怎么就不关你们的事了 别忘了 绑架江万这事 还是你们跟我一起完成的 绑匪 还是我那亲爱的弟弟呢 哈哈哈哈 我他妈让他吓唬江万一下 这个傻逼 居然 江江万捅死了 都是他 这个骇人精 江孟秋恶劣地朝地上吐了口谈 我从小就生在江家 你们为什么要来破坏我的生活 还有那该死的江万 他为什么要回来 还有你 百言 我江孟秋看不上的东西 他江万居然也妄想拥有 我呸 老子宁愿和你结婚 拿走你百家财产 也不愿意将你让给江万那贱人 啪 江母默然上前打向了江孟秋 够了 警察同志 可以将人带走了 躲在角落的几位便装警察上前 出示了警察证 强制性地带走了江孟秋一行人 想来 他未来只能吃国家饭了 宿主 任务完成 准备脱离世界吗 我深深地看向江母 他似乎有所感应 朝我所在的方向看了一眼 我走过去 虚控地拥抱了一下他 妈妈 再见了 脱离 番外 江母 江孟秋被带走后 我让管家留下来应付众人 我急急忙忙地来到了郊外 这是我为漫漫选择的地方 我不是一个好妈妈 在他生前回到江家的日子里 我也很难做到像平常家的父母那样 随时陪伴在他身边 可他真的很懂事 很贴心 从不埋怨 我应该再信任他一点的 在看见他背上的淤青时 我就该派人去调查的 可为何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有意识到 江孟秋的真实嘴脸呢 还是他掩藏得太好了 我为何 又偏偏等漫漫离开了我 才惊觉到了江孟秋这条白眼狼 若是再早一点 再早一点 漫漫 就不会离开我了吧 可惜 这个世界没有后悔秧啊 我的漫漫 永远地离开了我 漫漫 杀害你的凶手 被找到了 江孟秋这条白眼狼 我帮漫漫将他送进监狱里了 他这辈子 都不会再有机会看见外面的世界了 漫漫 妈妈很好 妈妈不配做你的妈妈 希望我的漫漫 来世能投在好人家 有一个全心全意无条件的 相信你的温柔妈妈 漫漫 你要快快乐乐的啊 全文完 但是 因为 我们有关的 満 海外